我現在進入到我們的陸地催產中心 我將馮小姐介紹給大家 由馮小姐跟我們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我叫阿夏 現在由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項目 這邊 我們項目的陸地催產天地是由我們兩大開發商開發的 你現在看到這裏就是佛山建設開發投資有人公司 是我們的其中一個開發商 它是一個實力的國企名下 我們這邊是和我們劈首陸地世界五百強 2019年排行二十名的一個陸地集團 是和我們共同打造一個催產天地 我們陸地是一個商業的榮榮專家 也有地標專家 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地標性 都是由我們陸地開發的 包括我們的山東陸地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是我們杭州的陸地中心 這些都是地標式的 南京陸地中心是高達五百米的 看看我們這邊 各位看到我們整個項目的一個虎視圖 區域的一個虎視圖 這裏劍頭陸地催產地 就是這裏的項目 我們的位置是位於佛山最繁榮的大動物的桂華陸路 我們這裏是屬於桂華陸 桂華陸的話 我們最繁榮的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這個桂華陸路 我們周邊的話 是會有兩個最知名的公園的 第一個就是文華公園 還有我們的地標佛山電視塔 和我們嶺南明珠體育館 這些是地標式的了 我們走回我們這一邊 看回我們的沙盤 OK 現在又我們介紹我們這邊的區域 各位看到的話 就是我們整個項目的一個區域大致 我們項目就是這裏 催產陸地添成的 我們是位於我們佛山桂華陸 桂華陸路和嶺南大道的一個交匯處 我們這邊的話 桂華陸的話 是我們佛山的一個經濟大動物 周邊這裡的話 總長是20公里 周邊的話 全都是一些國企 金融 和所有的商場 都在我們這邊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是最繁榮的一條地段 我們項目 我們項目的話 這裡就有一條3號線 3號地鐵線是佛山3號線 這裡有一個地鐵站 離我們項目的話 大概就是200米左右 走路過去大概就是兩三分鐘 我們3號線的地鐵站 可以轉回佛山2號線的桂華路站 然後半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回到我們的廣州藍站 我們這條3號線 接駁回到2號線的話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到廣州藍站 到廣州藍站的話 就可以坐高貼 直至可以到香港九龍那邊 非常之方便 除此我們3號線之外 我們這邊還有一條 就是4號線 4號線就是規劃中 我們現在這邊 就是2023年動工 2026年正式通車 也是這個站的話 也是到我們項目門口的 電視盒站的 這邊的話 也可以直接接駁回到2號線 我們這個項目的就是 兩條地鐵線上的一個物業 當然除了我們的一個地鐵之外 我們門口就是一個公家車站 有拔條線 你可不可以看到 都會非常之方便 除了之外 除了天外地鐵 我們這邊的話 旁邊的話 就會有一個 蟬城區的一個 蟬城區的政府 還有我們佛山大型的 一個購物商場 佛山影像城 還有我們的一個公家大廈 東建世紀廣場 這些都是佛山比較嚴的一個購物商場 來的 來我們項目的話 大概就是2公里左右 OK的 OK的 介紹一下我們這邊的一個沙盆 我們的位置 這裡就是我們的銷售中心 各位看到這一個 是我們整個項目的一個沙盆 我們這個項目是超過100萬方的 一個大型的綜合體 我們現在看到一些已經全部受興的 就是我們項目總共17棟的一個住宅 總共有3000多戶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項目是自身配套一個 Ice的一個國際幼兒院 就在我們項目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項目配套自身配套的 Ice幼兒院 我們項目這邊的話 走過來一點點 這裡 你會看我們項目的話 總共有三層平庭的一個公園 那些公園已經全部受興了 全部受興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這三棟的話 就是我們未來的一個佛山的地標 雙子星 雙子星 我們這三棟的話 已經是有企業全部拿下來的 我們這一棟 我們這裡的西塔 就是我們華一科技的總部 是整棟拿下來的 這裡除了它之外 還有一間五星級酒店都已經進駐了 五星級酒店已經進駐了 那這邊的話 隔壁就是我們佛山最大的一個衛民服務 就是我們說的一個行政服務中心 那以後你辦證 或者是你交稅 你辦證出國旅行 這些全部都在我們這裡的了 那裏面一個企業總部的話 也都包含了我們的一個土地拍賣 就是如果我們佛山有什麼地要拍賣的話 都在這裡交易不成的了 而我們的東塔就是我們建設的一個總部 是我們自己建構的一個總部 是我們建構的一個總部 我們這裡定的銷售 這裡的話 全部都是寫字樓 全部都是寫字樓 現在那裏都已經是全部對外招租 對外全部招租 全部在這裡 而我們樓下這裡就是一個大型的購物 大型的購物 大型的購物 所以如果你說買回我們這邊的公寓 如果你投資住都會非常之方便 那我們現在項目正在賣的 就是我們的國際趨撐教育城 那麼我們國際趨撐教育城這裡 為什麼我們會打造一個教育城呢 是因為我們這裡是屬於佛山的阿癌湖的一個 富營區的板塊 在我們周邊的話 全部佛山的豪宅項目都是在我們這邊的了 所以的話呢 我們會打造一個教育城的 那麼我們教育城的話 現在這個項目正在賣的 就是一樓二樓是我們的商場 也都是我們一樓二樓是我們的商場 三到二十一層的話 是我們現在在售中的公寓 那麼我們在售中的面積大概就是三十七方 到六十一方的面積 四米半的洞 就是一個無稽交付給你 是的 而且你會看到我們在售中的項目 走過來 大概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現在在售中的佛山三號線 佛山三號線 這個位置是地沉飾的商場 到時你在地沉飾商場 到時你可以在我們項目這一邊 直接過來我們這裡 大概就是兩百米 大概就兩三分鐘左右的時間 就可以直至在項目 回到我們的三號線 坐地鐵 大概你如果在三號線 轉回二號線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到廣州南站 地鐵就在這裡 到廣州南站 到時回香港的話 大概就是一個小時多些的時間 會非常之便宜 OK 那麼我這裡的話 跟大家介紹一模一樣 我們整個教育城的一個 液態的分佈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話呢 很多人都是一個獨生子女 所以每一個人的教育都會很重要 除了會有正常的方法 會有很多課外的活動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它會模擬回 好像有些專心心算 會有些跳舞的 還有每一個地方 每一層的形態 它都會有不同的 會有唱歌 樂器 這些這樣 而我們這個教育城這邊的話 有些新東方 有些出名的卓越 那些培訓班 已經是全部意向進入 我們整個項目裡面的了 OK 那麼各位 我們現在過來看 我們的一個板房 這個的話 就是45方的 對 那麼這邊 我們現在這面板房的話 我們是裝修了一個 培訓班式的一個 鋼琴的地方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衛生間的位置 這裡就做廳 這邊 那這個空間感 是非常之足的 那麼我們這邊的話 就是四米半的一個洞 這邊走上來的話 空間感會很闊 這裡就是45方 那麼我們實用面積 這個的話接近七成的了 那我們現在這個的話 就48方 但這個的話 我們裝修了一個雙鎖匙的 即是你可以 如果你投資的情況下 你可以 裝修成雙層上下 鎖匙這樣租出去 來 進來這裡看看 那這個48方的話 它空間方面的話 是會比45方大很多的 整個綠地玻璃窗 這樣我們下面這裡 可以要來辦公 如果你自己創業的情況下 你可以二樓自己要來住人 都沒有問題 好了剛才 馮小姐和我們都介紹過了 將我們的區位 和我們幾個陽板房 都很仔細地和我們大家分享了 那接下來呢 馮小姐 又將我們這個 樓盤的優遇性 再和大家介紹一下 嗯 其實我們項目呢 第一 我們項目是有兩個知名的 一個開發商去投資 那你都知道 一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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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 就是客戶的一個信心保障 我們陸地 是世界的一個500強 還有我們的劍頭 我們劍頭是各支會的 那有兩個知名的開發商去打造 我們這個是超過100萬方的一個項目 那我們項目的話 在整個佛山來說 都算是首一首二的一個大型的綜合體 那而且我們呢 圍於的話 也都是我們圍於桂華路 那桂華路最繁榮的地方的話 就是我們這條桂華路 我們項目屬於一個 就是一個種族線上面的 那而且我們除了我們的地理位置 非常精靈之外 我們這裏的環境也都非常之好 因為我們隔壁那裏 就是一個阿蟻湖的一個 富人區的一個公園 那而且我們 阿蟻公園 阿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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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蟻湖公園就在我們這裏 那我們的項目 也都是圍於我們 發商最繁榮的 桂華路路 的一條種族線之上的 那我們這邊的話 有13棟都是鴿級寫市樓 包括我們自己陸地 都會有六棟的一個 鴿級寫市樓存在一起 包括我們的幸福中心 就算現在五一的話 我們這一邊 所有的叮光展 都是由我們這裏 鴿級的寫市樓 去全部展示我們 佛山領域文化 給各位客戶看 是的 沒錯 好像陸地中心本身的寫市樓 有四棟是高層的 非常之高的層 是我們本地來說 最高的大廈 是的 也是我們佛山地表 是的 其實我們這個位置 正處於佛山的一個門面 很多外地官員過來 或者很多不同的遊客過來 第一時間就會回到我們這邊 正正是我們的門面 而且我們項目的話 也是進入佛山最大的行政服務中心 是的 那你都知道 服務中心的話 是對表我們佛山的一個政府的門面 是的 是的 所以它處理的地段 這裏的話 也是非常之好 所以你說各位想過來我們佛山 這邊投資的情況下 我們這裏的話 真的是一個首選 加上我們 可能你也知道 我們的話 20年的時候 我們這裏平程都賣 是萬八萬九元的 是的 沒錯 因為現在我們是五一準備促銷的了 我們會推出我們現在 在售的項目 那些毛皮四米半的複式 還要是賣到萬三萬四元左右 就會非常之抵 現在在這個地段 用萬三萬四元買到 我們的複式單位 其實就是首選 而且我們這裏的地標 就是一個電視塔 現在電視塔 我們也有一個地鐵站 就是電視塔站 是的 所以我們這個交通是非常之方便的 而且我們對面就是九頂 其他很多大的商戶 都已經進住在這裏 我們這個商圈 其實都可以稱得上 是香港 類似香港的中環一樣 遍佈住 都是我們的甲級寫字樓 所以我們這個位置 其實那個 遭受的封營程度 是非常之高的 是的 好像我們項目這樣 我們現在推出這個介入城 其實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這邊的話 都會有一個方案給你們 因為如果你們香港人 自己不想打理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這邊呢 可以立即和你們簽一個 委託經營業月書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呢 是很多些 好像新東方 一些意向的教育 教育那些 已經是和我們簽了意向書的 就是它會到這裡 所以我們給到你的保底租金 都可以去到六十五元一個方 即是已經是一個保底租金了 是的 而且即是 如果我不想自己辛苦 不想自己煩 我就委託你們 去和我們做這件事 嗯 我們就 證明一件事是甚麼呢 低頭入 高回報 是的 而且它的租金實實在在 就好像你一套單位 我按照四十五方 萬多的方來計的話 大概它總價都是六十萬不用 那你圍起六十五一個方 有四十幾個方 即是你租金差不多 是可以去到三千元 是的 而且你不需要裝修 不需要給任何的費用 就這樣無批 委託你們就OK了 是的 因為我們這些教育成果 它會按照自己不同的去裝修 是的 所以我們這邊為何要買無批呢 就是這樣的原因 哦 自由空間了 真的 是的 阿彤小姐和我們都很辛苦了 過了這麼多 嗯 這樣呢 我們的客戶需要更加了解多些的 還有呢 是的 我也想問一下我香港的朋友 過來這裡買 需要那個付款方式是怎樣的呢 嗯 如果你有香港的同胞 在這裡購買的話 是一次性的 噢一次性的 嗯 一次性付款 其實一次性也不是多 如果你按照這個面積來說 你都是 四十八萬到八十幾萬左右 是的 有一個 因為它有幾種戶型的 有些大些有些小些 其實啦 剛才馮小姐也說到 四十幾萬到八十萬左右 嗯 但它的回報是非常之高的 OK 那我們的客戶就留意我們的聯繫電話了 有些什麼呢 我們就盡情這樣和我們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 這期節目辛苦了 OK OK 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